童言在小区门口碰到了方云云和陆北 看上去他们像是来这里看房子的 真是冤家路窄 童言怕方云云脑子发热 就买下这里成了邻居 他不喜欢方云云 但是陆北并没有错 他希望陆北能过得很好 童言放慢脚步避开他们 刚到家就收到了顾平生的短信 顾先生带顾太太去买衣服 TK 怎么又买衣服啊 很快手机又震动了 满足顾先生的虚荣心 OK TK 正巧 晚上奶奶是不在家的 自从这场大病之后 老人家越来越爱参与社会活动 开始童言还有些不放心 但是顾平生说出力大于弊的事实之后 他就不再阻拦了 渐渐的 童言和顾平生两个人 也有了很多独处的时间 童言到约定的地方时 顾平生已经到了 因为下午是去他朋友任教的大学讲座 自然是道貌爱然 黑色的西装外衣搭在手臂上 单手拎着领带 这么热的天气里 竟然还没有半分燥热和浮躁 童言眯起眼睛 很享受地远远地看着顾平生 手机忽然震起来 童言低头看 看够了吗 看够了就过来 TK 童言抬头笑笑 收好手机 跑了过去 商场有两层女装 年轻烂漫的 成熟职业的 童言为了配合顾平生的造型 刻意先和顾平生 逛了职业装那层 没到五分钟 两个人都觉得不太大调 于是 下楼开始一间一间地逛 到最后 两个人都逛不动了 坐在商场的麦当劳里 买了冰可乐 说笑着 然后 童言再偷偷地 从玻璃杯里 看自己 和顾平生的影子 整整几个月都没有剪头发了 最多留好长了 自己对着镜子解决一下 现如今 已经长发急腰了 为了凉快 只能绑着马尾 倒显得年纪小了不少 可是顾平生 并不鲜老 起码看不出来 十来岁的年龄差距 童言看着顾平生 我今天下午碰到了 我以前的男朋友 他和他老婆在看房子 你说 如果他们和我们一个小区 你会不会不舒服啊 你会吃醋吗 估计会 估计 这样吧 现在呢 时间还早 咱们也去看房子 明天就换房 童言看着顾平生 眼底柔软的笑意 明白他是在说笑 忍不住在桌子底下 踢了他一脚 两个人对着 笑着 继续着毫无营养的对话 浪费着美好的母后 大概知道童言的考试时间之后 顾平生很快就订了机票 童言走之前 坚持陪顾平生 去复查了一次 他们到的时候 是午饭时间 和顾平生关系很好的 廖医生 才刚刚做完手术 洗完澡出来 头发半湿着 就去和顾平生打招呼 哎 TK 终于看见你太太了 童言腼腆地笑一笑 还不太习惯 当面的这种称呼 廖医生拿着前几天 所有的报告 递给了顾平生 两个人就在廖医生的 办公室里 交流得很快 也很专业 童言听不太懂 只是觉得 廖医生自始至终 态度都很慎重 到最后 童言紧张地开始 钻顾平生的手指 顾平生才笑着 警告廖医生 我太太胆子小 你再什么一本正经的 她一定会胡思乱想的 嗨 不要怕 来 喝水 TK这么多年啊 自己早就有了一套应对方式了 况且这次手术挺成功的 起码十年吧 不会有什么大障碍 她这针还算好的 我这好几个非典病人 这后遗症 现在这种七月天 根本就喘不上来气 肺都有大问题 你说这一辈子 每个夏天我都这样 多难过呀 童言接过杯子 觉得这医生真的是 非常不会安慰人 顾平生也被气得笑了起来 好了好了 这些你留下来 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就直接给我发邮件 好 去吧去吧 我下午还有手术 没时间认真看 而且你这问题 也不是我一个骨科 就可以解决的 顾平生猝眉看着廖医生 廖医生马上住口 对童言解释道 你瞧我这张嘴 别太介意啊 那个 我们做医生的 就是这德行 什么事都先往坏处说 我知道 谢谢你 童言虽然表示理解 但是回去的路上 却总觉得不舒服 到晚上快睡觉的时候 终于忍不住 趴在顾平生的胸口 认真的 看着顾平生的眼睛 你如果有任何身体不好的地方 一定不能瞒着我 好 想了一整天 就为了说这句话 我说认真的 如果有任何不好 你都要告诉我 好 一定 童言把头低下来 直到顾平生肯定不会完全照办 就如同他在美国的时候 平凡偷拍的视频里 他已经躺在医院里 隔天 顾平生却发来了游玩的视频 混淆视听 这么看来 倒像是 只肯同甘 不愿共苦 第二天 顾平生送童言去机场 到上了飞机 童言钻了钻空着的手心 开始安慰自己 其实只有十天而已 考试 收拾宿舍 领取大四实习的表格和推荐信 等到十天之后 不就又回来了吗 到学校之后 童言很认真地拿出奶奶的病历证明 给到了学院和海上法的老师 领到实习表格和推荐信的时候 学院老师很关心地问了句 要不要学院来给你安排实习单位啊 这些 在回来之前 顾平生就已经安排妥当了 可是童言也不好直说 只说是家里需要人照顾 一定会在北京完成全年的毕业实习 大学物理和海商法相隔一天 他考完了海商法 就被沈爻拉去了图书馆 美其名曰最后的图书馆复习 沈爻很矫情地怀旧着 早起抢了长座的位子 位子是靠窗的 阳光照在身上 因为图书馆抄地的空调 并没有剩下的燥热 童言趴在桌子上 一遍遍看顾平生给自己写的习题详解 这些都看过了很多次 他对着一打A4纸和纸上的字迹 很快就开始走神了 突然身边人的窃窃私语惊醒了他 说是窃窃私语 倒不如是当面指摘 圆摩又是因为流产身体变差而休学 学院还始终包庇什么的 他终于明白 沈爻闪烁其词的所谓传言 原来是流产休学这样的话 这些话沈爻也听到了 很不善地戳着笔盯着那几个男女 对童言说 早知道就不逼着你陪我自习了 你不知道 顾老师的背景一直被传得神乎其神 这些人都是嫉妒 他们 他们嫉妒什么呀 嫉妒我重修大学屋里四次吗 童言无忌 你还真是 哎呀 沈爻不厚道地乐着 童言吐着舌头 闷不吭声地笑了笑 说不介意 是不可能的 但总不能拿着奶奶的病历证明 复印出来 全年级人手一份吧 两个人你讽刺我一句 我打压你一句 说得正乐呵 穿着很醒目的王小如 竟一副姗姗来迟的模样 把背包扔到长桌上 坐了下来 哎 我这种好学生 考完海商法 根本就没有考试了 还要陪你们两个人自习 真是娇有不慎 沈爻咬着笔笑了 哟 话题女神来了 童言无忌 你不用怕了 王小如对此很不解 怎么了 童言无忌怕什么呀 沈爻的视线绕了半圈 撇了撇一旁窃窃私语的那几位 流言飞语呗 官语美人的 王小如 欧了一声 哦 这你也听 哎呀 到大寺了 人都浮躁了 什么考研了 出国了 找工作了 你不知道那些宿舍里 勾心斗角的故事呢 比你这个 精彩多了 哎 我们隔壁宿舍 我刚才收拾东西的时候 还听见他们吵什么 谁拆了谁的国外来信呢 哎 再说 有了顾老师 你总是要吃点亏的 这个说法 沈爻很是认同啊 对呀 balance平衡 你懂吗 得到太好的东西 总是要付出一些 否则老天都会嫉妒你 童言看着眼前这二位 一个劲儿的安慰着自己 实在是于心不忍 我还真没有计较 这些都是小事情 再想不过的事情 对于过去那么多年的生活挑战 流言蜚语 的确太没有力度了 沈爻听了 咳咳嘴 算了吧 在我眼里 你就是温室的嫩眼儿 从童家温室医到了 故事大温室里 还得硬要装着 力尽沧桑 童言杨梅笑笑 下意识地 用手指 转着笔 低头继续看题了 到快十点的时候 几个人离开图书馆 外面已经开始 稀稀利利地下起了影 很多大二大三的学生 都没有带伞 纷纷挤到图书馆门前 看露天的毕业晚会 雨越来越大 挤在外围的人都不断后退 他们被挤到毫无退路 两个人后背紧贴着图书馆的玻璃墙 苦笑对视 这种位置 这种位置除了嘈杂的舞台音响 真是什么都看不到 童言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刚才的混乱当中 顾平生发来了一条短信 今天晚上上海市中到大雨 不要玩得太忘我 忘记避雨 TK 哎呦喂 顾老师还这么随时 关心天气预报呀 哎 童言无忌 我给你算好了 一整年的实习期 刚好够你生个宝宝 哎呀 这实践上真的是天意无缝 童言用手肘 狠狠地撞了一下神药 忽然又进来一条信息 打开一看 还是顾平生 宵夜煮得很难吃 赚钱养家 却吃不到可口饭菜 顾先生这几天过得十分可怜 TK 顾平生是第一次 这么对童言说话 童言莫名有一种 顾平生当真在水深火热中 受苦的错觉 算了算时间 原本准备十天后离开学校 如果排得紧凑一些 或许七八天就可以了 童言晚上回到宿舍 就开始马不停蹄地收拾东西 纸箱是一早就准备好的 装上书和衣服 还有三年积攒下来的零碎东西 满满地装了三箱 沈瑶嘟囔了一句 哎呀 童言无奇 你不是说后天才风向呢吗 你太重色轻友了 马上你就要回北京了 等你回来我已经出国了 哎呀 姑姑太太 你的姑先生跑不了 可是你最好的朋友 真的会跑 哎呀 瑶瑶 他不会做饭 我不能放他一个人在家太久 你乖一点啊 等到寒暑假可以去北京找我玩 我包吃包住 沈瑶感叹着 哎呦 这顾先生 也快三十岁了吧 让我算算啊 还真是 你们暗度陈仓了一学期 在一起一学期 也不对 这一学期说是在一起 其实他大多数时间 都不在你身边 哎 童言无奇 你觉得 他前面这么多年 是怎么活下来的呀 童言没吭声 用胶带把箱子封好 等到站直了身子 他才忽然说 前面那么多年 他还真的挺可怜的 沈瑶一听 啼笑皆非 可怜 宾夕法尼亚医学院 伦多大学国王学院 这怎么看都是高智商人士 就我做他半年学生来看 他情商也高 然后呢 他样貌也好 你男人要是可怜 我们这样的 就只能每天抱着马桶哭了 行了 我是说 前面那么多年 他没有我 当然可怜了 哎呦喂 童言无奇 你脸皮终于比我厚了 当初童言毅然决然收拾行李 拿着录取通知书南下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 自己会心甘情愿地 回到出生的城市 童言甚至想过 等到自己在某座城市落脚之后 就把奶奶接到自己身边来 远离北京的所有人和事 可是短短一年 心境完全不同了 比起顾平生 自己的那些经历 或许还比顾平生的要好过一些 如果是童言 遇到母亲在自己面前自杀 然后遭遇非典 从身体到心里这么大的伤害 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熬过来 还有很多隐藏在 顾平生过去岁月里的事情 比如他的父亲 飞机降落在三号航站楼 童言走出出口 很快就看到了 顾平生 黑色的短袖抛露衫 极西的黑色运动短裤 真是青春阳光的一塌糊涂 童言偷偷挪了两步 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 没想到马上就被顾平生发现了 最后索性厚着脸皮跑过去 扑到了他的怀里 大厅广众秀恩爱 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 顾平生说完 脸就忽然凑近 低下头直接压住了童言的嘴唇 几秒静止之后 顾平生侧微过头 含住了童言的嘴唇 可是就在童言伸手 搂住顾平生的脖子时 顾平生却忽然把头偏开 刻意压低声音说 先回家再说 戛然而止 明显就是故意调戏 童言根本反应不过来 就如此被他搂住肩 往走廊而去